我想你写的代码写的不好 然后所有的电脑都在骂你 听起来好可怕 就是会开很多中餐厅 应该是没有厨子的 就是我可能最生气 就恨不得找人打断腿的那种 我觉得开餐厅不赚钱高 赚很多钱 大家好 Product Sense很重要 但是如果Product Sense想做好的话 你要对商业的逻辑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在我看来 中餐厅是了解商业逻辑的一个很好的窗口 因为大家都是中餐厅的消费者 大家可能也对中餐厅的运营 菜品或者服务 有很多很多的意见和建议 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两位餐饮行业的从业者 来跟大家从幕后讲一下餐厅的运营 希望我们从这里边可以了解到一些餐厅的运营逻辑 和这个商业为什么和大家想的可能会不一样 那欢迎两位 大家好 我是Jesse 然后我准确的来说步入餐营业应该也就是这几个月期间的事情吧 可以来分享一些我从开始一个餐厅的idea 然后到真正的她开始营业的一些新路里程 哈喽大家好 我是Esther 我跟Jesse一样都是在餐厅最惨的一年加入了这个大行当 我大概是从今年二月份开始在夏图这边的一家中餐厅工作 我主要的负责的是Marketing Manager 两位同学都是在这个餐饮很困难的时候加入中餐厅 但是听平时跟你们聊天的时候发现就是不光是疫情给餐饮带来很多挑战 餐饮本身可能也是一个非常有挑战的行业 我是从一家店从没有到有 然后从装修概念各种方面我都在介入 就比如说说从餐厅的一个概念吧 可能就是我比较有趣的是我不是说本来就是做餐饮行业的 然后跟我一起的合伙人们他们只有一个是做餐饮行业的 然后也是因为朋友一群朋友 然后有一天可能突然脑子一热觉得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件事情 就感觉天时地利人和吧 当时是怎么觉得呢 然后有这么一个概念以后就开始装修之间就遇到了很多的难题 有很多问题是之前自己没有想过的 经历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才可以开业 开业之间从怎么说菜单研发 你整个的流程宣传之间 然后又产生了很多困难 等到你真正开起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面对的困难 不只是你们合伙人和这个餐厅内部的东西 还有很多面对的员工啊 然后客人啊 然后还有你的服务流程啊 你想要标准化的话 你前期要做一些什么准备 克服一些什么问题 就等等等等 你之前可能在做这个时候 对他的困难有一定的预期 可能比如说你觉得会遇到十个坑 结果到你真正开始做的时候 发现有一千个坑 我可能当时都没有想到会遇到坑吧 这可能就是代表了很多屏幕前观众的想法啊 就是你可能觉得开一个餐馆是一个 就是是一个很顺畅的东西 你找把菜做好吃了就行了 尤其你的合伙人 其实又是这是天文明的一个大厨 对吧 对啊 因为你如果真的在餐厅里 然后做一个厨师 你每天在那工作是很累 然后我也没有想过说 我会真的跑过去 然后去帮忙之类的 然后所以就觉得 累可能也跟我们有特别大的关系 然后结果真的 你到开这个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刚开始是不放心了 你要面面俱到 你就不会要学 然后你自己会遇到很多问题 然后你就会发现这里面全都是坑 好的 我们一会儿再把这些坑详细的讲一讲啊 但是我记得Esther你也说过一句话 好像是什么 如果想不开去开中餐馆 对 我觉得开中餐厅呢 可能是全美国最想不开的一群人吧 为什么呢 有很多层面的原因 如果是对中餐厅来说的话 第一是人才 人才上的短缺 第二个是很难去扩张 第三条的话 我会觉得是 你开一家餐厅 对你的情势上的投入是太大的 那Jesse对你的日料店 也有类似的问题吗 我觉得是一样的吧 就是第一 我觉得对我来说 就是你会投入很多的感情在里面 然后如果你得到的 就人嘛 你会有很多不一样的feedback 然后你如果把这些都take seriously的话 压力就会很大 第二个就是人员上面的问题 因为它本身是一个流动性非常大的行业 人员流动性非常大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困难 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 我觉得大家做餐厅基本可能说都不是做情怀吧 你要想赚钱的话 你要如果只是投入在傻傻的一家餐厅 每天这种闷头干的话 它是不赚钱的 如果想 不赚钱的 如何把它扩张开 其实最后一个我倒觉得挺有意思 包括Esther说的这个不scalable 这个事情我觉得其实有必要跟 就是前面 镜头前面的观众聊一聊 因为在大家想的时候 就中餐厅很多人会觉得赚钱多容易啊 不管中餐厅西餐厅吧 就是你这么几块肉是吧 我自己在家做可能五块钱就做出来了 你要卖我15块钱20块钱 然后你肯定很赚钱才对 那为什么你觉得开一家店是不赚钱的呢 你不能说不赚钱吧 你从开一家店开始 你成本投入就要很多 你比如说如果你一家店像我们开始 是它本来就不是一个餐厅 它那个地方本来是空的 你从前期投入装修器材设计 然后各种permit要过 尤其西雅厅都是一个很严格的地方 它花时间不是说你要花很多钱 然后这两个成本加起来就很高 拍了以后你又有房租水店人员 然后再加上你食材的成本 食材成本不是说我买一斤肉回来 我就能做一斤的菜出去 它中间还有一个味头一个浪费 你把所有的合起来加起来 这一道菜的成本其实很高 就一家餐厅可以赚的钱是有一个极限的 就是你的后厨你的后厨有多少口锅 决定了你一天能serve多少个客人 因为这样子的原因 所以当你想要去扩张自己的营业额的时候 你唯一的方法就是再开第二家店 但是对于中餐来说很难做到开第二家店 有很多人会说你开了第二家店 为什么质量相差那么多 因为中餐的后厨没有做到一个很好的标准化 换一个大厨大厨A和大厨B同一道菜 就是吃起来都完全不一样 那在这个过程中是非常痛苦的 就很多时候你会看到有的店 他开了同一个owner 他开了第一家第二家第三家 他全部都用不同的名字 因为没有办法去控制说 自己的后厨的出品是完全一致的状态 你刚刚说的是不太容易扩张 这肯定是跟人才有很大的关系 但是我比如说可能我作为一个 我就想开一家店 然后我觉得这家店我做好了 我也能赚点钱挺舒服的 是吗 我可以舒舒服服的躺赚吗 三天不是写一段代码 然后输进去之后 他每天就会按照那个代码给你执行的 就我觉得做到头餐饮业 就是day to day的operation 你初一做的是什么样子 你到初五到初十 你得做出完全一样的水平 客人才会一直不停的回到 回到你这里 为什么麦当劳你就不好吃 但还是卖得好 原因是因为不管我哪一天 哪一个时间点去点一个 去五把 它永远都是一样的味道 这个对于客人来说是最重要的 但是餐厅很多时候 可能今天大厨心情不好了 今天出来的菜就是不好吃 或者原材料 或者原材料的进货商 今天突然给了一批 他在不知道从哪个冷冻库里面 挖出来的肉 那你的整一批货做出来的产品也不好吃 所以 所以他餐厅最重要的是需要有一个人 他每时每刻 或者说不是每时每刻 每天去盯着这里的出品 这里的细节 才有可能做到一个比较稳定的营业额 否则的话你只要做错一次 有一两天状态不好 你的销量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那听起来 对 首先这是一个day to day 然后你每天都要付出100%的努力 才有可能达到100%的质量 才能做好 但是有一天你几天没做好 可能你的客人就开始抱怨 然后你就损失客人了 对 你躺着躺着就没人来吃了 对 你都不用几天没做好 你倒菜没做好 或者一桌没做好 别人留一个review 不用留review 因为餐厅我觉得就是一个 比如说人传人 就是我今天在你这家 就是做口碑 我今天在你这家店 然后我来了 我觉得挺好吃的 S我推荐你去 然后他去了以后 可能恰巧那天那道菜 就没有达到平时的标准 他就觉得 这次你说它好吃 它没有好吃呀 然后转头 我就去跟我其他朋友聊天的时候 我说那家店好像不太行 过了半年我可能还在说那家店不太行 对就是可能真的就只是因为那一次 然后一个人导致了一百个人觉得你这家店不太行 但你整个其实你的客户群体就这么多的量 你如果这件事出现两次呢 一百个人 一千个人 两千个人 就这么传出去了 你就完了 就是这也就是我很希望大家如果想知道一个店好不好吃 就自己去尝一下 不要老是就是听朋友的 因为每个人口味都不一样 何况去的时候这个确实情况也会不一样 所以说你你想确定这个这家店好不好吃 你给他一个公平的机会嘛 就是你去试一下 这个是最准的 你自己的舌头是最准的 对 那好吧 我们先说了就是餐厅从这个生意模式上来说 他的天花板就在这了 对吧 然后而且他又是一个很注重运营的行业 那听起来刚刚我们一直围绕的一个话题 就是他是一个人很重要的行业 对吧 那在这个人这方面有什么一些比较独特的挑战呢 或者说是餐厅的这个人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像我听说就是餐厅其实是一个江湖气很重的一个行业 不知道有没有这种体会 我觉得可以这么说吧 我觉得我比较独特好一点就是我partner很负责任 然后他自己就是主厨 他是主厨的话他就会把后厨整个严格把控 而且他自己不会出问题 他不会说我就跑了我就不干了 或者怎么样呢 然后其他的比如这段时间我能看到的问题就是 就是我们不断的招新人过来不断的招人 然后这些人呢 嗯因为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 然后有一些有经验有一些没有经验 然后一般来说会比较preferential经验的人嘛 但有经验的人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认为自己已经很可疑了 然后他又想 你说的是厨师还是 就是复厨的那些 然后他就会觉得你这样做我不喜欢 或者他有自己的一套系统 他就觉得你不对 然后其实反而他们的能力没有那么强 然后呢就会又会有一些没有经验的人呢 他进来以后他没有经验他愿意学 但他刚开始会做错 然后但有可能你慢慢培养他了 然后他又走掉了 就是这种东西你很难掌控 而且就想说餐饮业 其实你在后面做一个小小的厨师的话 其实他的收入并不是非常可观的 所以大家都是在在打这一份工的时候 还在找其他的工作 然后那些 有可能是为了学手艺 有可能是为了去 就有的人其实很简单 有一些厨师他真的就是只为了生存 就我们可能我们没有说中国人厨师嘛 我们都是外国人 然后他们有一些就是很简单 他就是为了生存 就是每天只是为了那张paycheck 所以说我在你这里待久了 然后我突然发现我在其他一个地方 他可能都不是餐饮业 我找到这个工作 然后他benefit还不错 然后呢我就对不起我走了 然后你就要再重新找一批人 然后再重新培养他 让他做事的标准达到你店里的标准 就是说实话费人费利费钱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讲到这个就是 因为大家平时能看到的厨师 都是民厨 他们establish的一些reputation 其实很多时候在厨房 你看真的在做 就是说在一个出火的人 他们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 就是对于吃这件事情有什么追求 然后他们其实就是在 为了那个paycheck在打工 如果说另外一个 我可能更赚钱 他们就去我们就有人去 对然后所以 所以人才的培养是很困难的 那对于我来讲 我是中餐厅 我我们遇到的挑战是更大的 大家会觉得说美国中餐厅 为什么都那么不好吃 因为主要原因是国内有手艺的厨师 没有办法来到美国来 签证吗 就签证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他们根本就来不了 然后前几年可能还有一些口子 比如说你是特技厨师你有办法来 现在是越来越越来越 口越来越紧越来越紧 那未来可以说 估计未来五六年都是一个很大的人才上的断层 就可能开了更多中餐厅 但你们会发现可能口味上也没有那么喜欢 听起来好可怕 就是会开很多中餐厅 应该是没有厨子 最后其实做的东西都不好吃 或者可能就只剩火锅店了 那这个看起来也确实是这个行业 就是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外人 我可能知道厨师很重要 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么难 但是今天听了以后 我就觉得真的是很难 我觉得如果我听了两位的介绍以后 我觉得如果我没有一个特别靠谱的partner的话 我还是不要涉及这个行业了 因为真的太难了 那最后一个就是你们刚刚讲的 这个情绪投入或者情感投入的问题 这个事情是我写代码写的不开心 也可能会不开心 那你们觉得你们的情绪投入 是不是和一份在企业里打工的这个工作不一样的 我觉得类似吧 不能说完全一样 因为这个毕竟对我们来说 就是相当于我们自己的一个project 然后你是完全投入要把它做好的 就像你们你们可能携带嘛 你完全投入你希望它就是对的 然后希望你写的东西是你做的产品是成功的 其实我们也是一样的 自己孩子一样 对就其实就是自己的孩子啊 然后你投入感情进去嘛 所以你希望他好 你希望他每一步都走对 但是我但是餐厅就是有一点很难的 就是我们面对的客户群体也都是人 人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口味 对你的服务啊 对你整个service你进去以后进这个店的感觉 然后对你整个菜的presentation 然后对你这个菜的味道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见解 我觉得就讲话来讲说 你写一段代码写的不好 你顶多是你的上 你的你的up management 然后你的peer 对你这件事情有一个comment 但对我们来说 我们说到的comment是完全不可控的 今天有一个人走到你的店里面 他觉得你做的不好 晚上就是一条异性差评 这个东西是说 我没有办法给自己建立一个expectation 我想你写的代码写的不好 然后所有的电脑都在骂你 就是你没办法建立一个expectation 如果你的manager对你不好 你可能挺可能 就是我对我以后应对manager的时候 你会发展出一套strategy 但是客人是完全多种多样的 你不知道你哪一点做错了 就可能让他们不开心 而且有的时候你没做错 甚至你觉得你没有做错 重口难挑 就你投入了去做了一件事情 然后比如说我这个店装修好了 然后人家进来就觉得 哇怎么这么丑啊 你这都是什么鬼啊 然后你也是花时间 花精力去找人找服务生来 然后人家进来就 哇你们店这个服务员 是不是没有什么经验啊 你们服务生怎么 总过来跟我讲话 问我吃的还好不好之类的 这是不是就是不同客户的不同 是对不同客户 对服务有不同的需求吧 就有的人可能会希望说 你给我上菜就好了 然后有一些人会更喜欢跟你交朋友 然后更想了解一下你们的菜呀 你们的店呀 或者更希望我既然我进来是坐下吃饭了 更希望得到服务 然后有的人可能会觉得 你们家菜今天 你们家菜为什么这么甜 然后你们家菜为什么这么咸 但是这个是个人口味原因嘛 但是大家就会觉得说 我听我朋友说的你们家好吃 我来了以后我发现这么甜 然后他会有的当着你的面说出来还好 就是上网给你留一星两星评价的人 你真的你也没法说什么 他留了以后你也不能过去回说 你不对 就是客人是你不能得罪的 但是你就很难过 对 就这个时候就是日积月累的时候 你就被内化到你的心里面那个压力 就是你会怀疑说我到底做的好不好吃 到底是我的舌头坏了 还是还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因为可能大家好评不会留 但是差评会留很多 对差评绝对会留 尤其是中餐厅 所有的留言基本上都是差评 那希望大家如果吃到好吃的餐厅 也不要吝啬 就是多去youtube上留一些好评 感觉youtube上好评的一般菜系 都是一些什么法国菜 意大利菜 美国菜 你要是到真的亚洲菜 如果你不是做的那种 上面有四个dollar sign 基本上是没有说你四星半以上 可以做到四星半就特别特别不容易 比较严格 但是现在大家已经知道了 就中餐不要吃四星以上的 中餐最佳就是三星半 这是中国人的潜规则 你要当你一家店要去生存下去 的话你的客户群绝对不可能只是中国人 但是这个时候你在网站上的一个评价 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然后就别人给你的第一印象 就是最后坐着坐着就做成了这个循环了 就是因为它满足了中国人的口味 然后它中国人就还是会复够的 但是它比如说这种评价 或者怎么样的就没有外国人来吃 那它就越来越不做外国人的生意了 也可能就不会招会说英语的服务员之类的 也可能是marketing做的不到位吧 但是没有打到美国人的市场里 美国人不知道的话 其实我们比较容易打入的市场 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中国人 还是中国人市场 如果美国人不知道的话 他第一他很难说我walking进来 或者怎么样 因为美国人我觉得还是比较喜欢那种 就是我想去 我知道这个店了 我想去我提前预定 然后中国人一般都是我知道了 那我今天walking一下 或者有的我录过 这个电视新的要不要试一下 他们不太会做walking这个动作 美国人不对 这个也是一个挺舒服的 除非你是卖down plane的 就是你的单价要足够足够低 他们才会walking 不然你绝对是plan ahead 那最后还是个人的好奇 就是Jesse你刚刚讲了 你餐厅装修 包括去申请各种permit 花了很长时间 花了很多钱 这有没有什么 就是大坑你觉得是本来可以避免的 大坑就是 第一个如果你希望节约成本 然后去装修一家店的话 要选一个店面 原来就是做餐厅的 turn key 对 不要花 不然你会花很多钱在设备上面 尤其是现在这些店都需要排排烟啊 这些什么厨房设备你会花很多钱 因为这些其实全新的和用了几年的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然后第二个就是 就这么说吧 其实无论这一家店多大多小 其实装修都是要花很多钱的 然后心里有个数目 因为如果你想真的想把你的店装修的非常漂亮非常好 然后非常有风格是一个非常大的投入 大概多少钱 这个我不好说 因为我只做过这一家小的店嘛 但是我们大家平时会觉得 你说是一个五万五十万五百万的级店 更接近 你如果小店的话应该是 如果是稍微我们平时会觉得 我进去这个店装修让人很舒服 环境很好 那绝对都是 就是他投入真的很大 尤其你很多像餐饮 他要申请很多premium 你后厨已经一旦你这个premium过了 你要再加个什么东西 你随便加任何东西 都是重新再一年的申请期 我之前想过会很 就是我听说过是要等很久 然后很麻烦 没想到这么麻烦 下午很麻烦 就是这个基础上是你是一家 这家店原来不是餐厅 你要经历所有的一切就很慢 但是你买了一个餐厅 也不能找你的想法去装修或者改装 不是就还是一样要花一样的时间 对但是会快一些 但是会快很多 你会发现夏图有一些店 他买了前面那个人的店 他就只是换个招牌 他所有家具全部都保留 就是因为太麻烦了 他们也不想要做这个东西 实在就不行就软装换一换 那个不怎么需要permate 然后就很快就开门了 而且在选择contractor上面 大家一定要擦两眼 这个只有踩过的坑 这个是我踩过最大的一个坑 因为这边有很多contractor 他就不是很稳定 他可能前两年 比如说在夏图做了很多店 然后做得又快又好 然后可能突然今年 他就会因为一些个人原因 可能自己的钱填不上坑了什么的 然后就会拖着你的店 然后你就会被他拖到个死 然后做的工程质量也不是很好 然后这个时候 往往你反应过来已经很晚了 然后你再去找新的contractor 然后再解决之前 因为他们还有一些自己的分包嘛 你再解决他和分包之间留下的烂摊子 然后再找人接这个新的工程 用之前的分包或者找新的分包 然后到最后所有的事情 你如果能做完 我觉得都鲜铁鲜地 你更不要说按照做的标准 我觉得开餐厅不赚钱 搞餐厅装潢可能赚很多钱 就是因为我觉得他 对他们来说 他们liability很小呀 他说跑就跑了 你能怎么样 我找人打你对吗 我这辈子产生最邪恶的想法 就是当时被包公头坑 就是我可能最生气 就恨不得找人打死他 打断腿的那种 干了 以后记得了 不要惹摘血老板 不要这样 我本来形象就已经很凶了 因为他这个会拖你很久的 因为你正常 就是不光是浪费房租啊 就浪费整个机会 大家拖的事情 就直接给我拖到call外上面了 就虽然这个是大家 全世界人都想不到 会有这么一个东西 但他的确拖了很久 而且一般房东 其实给你免租期也就六个月 正常来说六个月到九个月之间 大家的期待啊 当时的期待是能装好的吗 虽然说普遍情况下是装不好的 但也没有想到他会拖得我更久 今天听了以后 就是我自己觉得我对餐厅还是蛮了解的 但是今天听了以后也很刷新三观 就是知道难没有想到这么难 就真的首先感谢两位老板 让我们可以 我不是老板 感谢两位餐饮业的从业 感谢两位餐饮业的从业者 然后就是忍受经历了这么多辛苦 才让我们能吃到好吃的东西 我其实两位的餐厅都吃过嘛 我还是觉得很喜欢的 就是有 虽然有这么多辛苦 但是从我这个消费者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吃到好吃的东西 我觉得就是还是非常感激的 再就是也感谢两位今天来给大家 分享了这么多幕后的事情 希望大家看了这个一方面会对中餐 会对一方面会对餐饮行业背后的逻辑 和背后的这些坑啊什么的 有一个感觉 知道做生意的不易 另外一方面也希望大家以后对餐厅都好一点 就觉得好吃就给我们留个五星 觉得不好吃最好私下告诉我们 我们在好好改进 谢谢大家 谢谢